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的D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出明一下 我們新面鏡的油墨要如何做清潔 當我們買完新面鏡之後呢 尤其是像這種的 想的話,不用你的面鏡 通常店家都會跟你說明說 新面鏡買完回去之後呢 要做油面油墨的清潔 之後你在下水用的時候呢 才不會容易直入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簡單的清潔方式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東西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你新買的面鏡 再來呢,你只需要準備家裡的 比方說,像洗碗精、沙拉脫 或者是沒有顆粒的牙膏 這些能夠去除油墨的清潔劑都可以喔 那另外呢,就是準備一個水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簡單的清潔 首先把你的面鏡翻過來 翻到內側的玻璃 稍微擠一點清潔劑 在你的面鏡內側 那可以稍微沾一點點水 把這個清潔劑化開 像這樣,用你的手指 指腹 在面鏡的內側去做塗抹 去做清潔 因為油墨不太好清潔 所以你需要多洗幾次 盡量在這個,把這個 Toro的時間稍微久一點點 把這個油墨,把這個面鏡內側的油墨清潔乾淨 兩小時後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把 我們的面鏡內側的油墨已經洗乾淨了 那也把它的清潔劑用水沖乾淨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就是把你的手放在這個玻璃上面 如果你摸起來 有聽到嗎? 有抽玻璃這種 不抽不抽的感覺的時候 就是代表它已經清潔完成了 這樣子有沒有很簡單呢 好嗎?